歡迎回來 這裡是正在為您直播的 亞洲財經透視 在最近大家關注的焦點 除了關於國有行的 降低存款利息之外 接下來就是更多關注的 關於房企的退市消息了 那麼接下來我們繼續 在上海中心大廈 鳳凰演播室 邀請到了深萬紅原正研所的 理財研究部總監 錢啟銘先生來探討分析 先生 最近廣受市場關注的 就是這個ST藍光 成為了A股房企面值退市的第一股 這是不是意味著說 出現房企退市的序幕已經是開啟了 後續對於整個行業來說 有什麼樣的影響呢 我想確實是這樣的 而且現在在退市 邊緣的房企的佔比不低 這個相關統計有四分之一左右吧 在25% 26%都是房企 這個在邊緣徘徊 這也反映了這個行業的冷暖 是吧 這如果一加的話是個別現象 如果一多 那就是一個行業的基本的 所面臨的一些情況了 而且確實不僅是中小型的房企 你說它抗風險能力比較弱 這個那個的 因素啊 但是一些行業龍頭 頭部型的房企 大家耳熟能詳的房企 實際上現在也面臨 一些這個 債務延期啊 風險暴露啊等等啊 所以整體還是反映了這個 房產企業目前是進入一個調整期 因為畢竟啊 從上世紀90年代到最近幾年 實際上這個房地產的 這個牛市時間足夠至長 中間也沒有經過一個很明顯的 經過過很明顯的這個調整 就像我們一個股票一樣 這個陽線啊 年陽線拉了二十來條是吧 所以一旦出現這個頭部震盪的話 很顯然它的這個反覆是比較明顯的 再加上目前的這個金融經濟形勢下面 實際上尤其三四間城市 房產確實面臨的這個調整的一個壓力 那麼在這種背景下面 對房產企業來說 尤其是房產企業 因為它的特點就是資產負債率很高 大量通過這個融資來實現它的經營 那麼從土地的開發建設 是吧 然後到銷售回款實際上是一環客一環 中間如果說有一個環節出現一些問題的話 實際上對它的壓力確實比較大 那現在的這個情況 包括藍光災呢 只能說明目前房產企業 仍然處在一個比較嚴峻的 一個調整的這樣的過程當中 嗯 那其實對於這些面臨退市的房企來說 其實退市肯定是雪上加霜的 但並不意味說就徹底倒閉了 那這些房企業 還有哪些挽救的手段或者是措施呢 我想當然退市之後對企業來說 退市就像出現講的 退市不等於破產 是吧 只不過它不符合上市標準 那麼未來的話對於退市的房企 怎麼樣能夠 比方說青裝上陣啊 玻璃一些不良資產啊 然後通過新的一些融資的手段 然後造雪啊 持續經營能力 關鍵我想還是要持續經營的能力 然後隊伍不善 項目不亂 然後保交樓的情況下面 該回籠的就回籠 另外呢 還是要通過 因為我們現在房企還是和地方政府啊 和地方經濟啊 實際上緊密度還比較高的 這個土地錯狀經也是地方政府 非常看重的一個因素 在這種情況下面還要積極的爭取支持 所以呢 就是退市企業不等於破產倒閉 那還是需要能夠振奮精神 然後慢慢再做好 做強 做大 這需要一個過程 但是從投資的角度來說呢 因為畢竟成為這個退市企業 畢竟成為三板的公司 市場的關注度會比較低 那所以對投資者來說呢 對這些企業可能從投資效益 和投資效果上來講 它的這個不確定性會更大一些 嗯 那現在來看 這些房企的退市啊 似乎更像是整個板塊在 在陣痛期當中的一些作用 那我們可以看到很多 大家都在期待 就是市場會不會有更多的 這個措施出台來挽回 目前來說 相對比較低迷的房地產市場 您覺得對於後續來說 房地產板塊會有哪些 相應的措施出台挽回 這樣的推市呢 大家都很關注啊 因為在GDP當中 房地產這個產業鏈也非常長 占到整個GDP的總量占比 在三分之一左右 所以這兩年房地產投資 房地產開發進入調整之後 實際上對整個經濟 對整個GDP的增長 這個也形成了巨大的挑戰 是吧 所以我們就要灰犀牛 那麼在目前的情況下面 我們也注意到了 國家的政府部門 仍然非常關注 有關部門最近還在 召集房企在開會 看看還需要提供 怎麼樣的支持 比方說以前的保交流啊等等 在各大會議上反覆強調 這個因為事關千家萬戶 然後最高法院也做了一些 事法解釋 如果說房地產企業出現了一些風險 怎麼樣能夠平衡 各方的利益關係等等 那麼從目前的情況來看 我想政策的鬆綁 比方說大中心城市的限購政策 能不能鬆綁 能不能在首富 能不能在公基金方面 給予更多的支持等等 實際上市場議論還是比較多的 那麼我們認為 在目前的市場環境下面 能夠幫助房地產企業行業 度過難關 這一點我們確實還是有信心的 因為從我們國家的政策結構上來講 我們的行政動員能力 我們的政策引導能力 實際上還是非常有效的 因此我們也共同期待 至於說房產企業的投資 短線可以尋找一些 比方說經營環境比較穩健的 有央企國資背景的 那麼相對來說 在一線城市的 這些土地開發的 那麼相對來說 他們的抗風險能力會比較好 因此我想可以進行 適當的一個關注吧 好 今天特別感謝 錢津敏先生來到節目當中 給我們做出的解讀和分析